昨天才行程也是今年第20号台风卢壁 强度一直在增强当中 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钟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从下个礼拜二开始 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雨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中度台风卢壁目前位置在恒春东南东方 大约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 强度不断的增强当中 目前气气风的暴风半径 已经扩大到了250公里 不过由于它受到了北方封面系统的影响 它的速度变得很缓慢 目前以每小时5到6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移动当中 气象局说预计卢壁会朝菲律宾 旅宋岛北部跟巴士海峡之间通过 而从20号下个礼拜二开始 台湾北部东部还有恒春半岛都会开始下雨了 尤其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 到时候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将会出现大雨 或者是好雨的情形 民众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好 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呢 还是延续金船被家暴的民进党前立委王雪峰 他昨天晚上已经向媒体证实了 丈夫王作良确实对他严重家暴长达两到三年 他甚至还说那种打法是会死人的 不过呢今天王雪峰决定原谅他的先生 因为呢王作良写了悔过书 不过呢王雪峰也说还是要再观察王作良的行为表现 前民进到立委王雪峰的丈夫王作良 16号晚上用电话向王雪峰忏悔道歉之后 王雪峰同意暂时原谅王作良 并要王作良17号上午去梁家接他 回到位于新店的住家 王作良也写了一份悔过书 并向王雪峰以及他的家人道歉 表示以后绝不再犯 不过王作良有所保留 让王雪峰不太高兴 对于我两三年前跟他常常争吵 或是夫妻之间的相处 我的处理的技巧不恰当 以后对于肢体语言我会做多一点的让步 而不会再有多一些肢体的伤害 你那个写回过书的内容是否 我想不太必要 我想不太必要 因为我有交给他的家人保管 你刚才书面的念一下 什么叫让步 你那个回过书要写一下 我听不太懂 好 没关系 暂时原谅 因为刚才我先生说 他回过书说 以后对过去的一些肢体暴力造成的伤害 还有言语的伤害 那他深感抱歉 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但是有些行为可能还要再观察 那总是我们是夫妻嘛 虽然王雪峰16号接受媒体访问时 出示身上伤痕 并证实已经被严重家暴两三年了 而且都是用拳头攻击头部 颈部和肩部 王雪峰说 那种打法会打死人的 不过最后王雪峰还是以和为贵 原谅了王作良 王雪峰说 希望这次王作良会好好的珍惜他 记者张志雄 陈保罗台北报道 其实王雪峰的例子只是冰山的一角 最近还有很多名人像是最近申请离婚的艺人苏佩 还有艺人王静莹都因为曾经家暴而闹上了法院 而根据内政部的最新统计显示 光是今年一到八月份 全台婚姻暴力的报案数就已经超过了三万多件了 而家暴的被害者通常都已经被施暴十次以上 平均都隐忍了七年之久 四年前艺人王静莹勇敢站出来控诉遭到家暴 目镜的右眼上方还清楚看得到贴有纱布 婚姻暴力事件在国内层出不穷 像王静莹和这两天备受关注的前立委王雪峰遭到家暴案 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截至今年八月底 全台婚姻暴力的报案数就超过三万件 而实际的数字可能多更多 在婚姻当中遭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 可能高达到13%到17%左右 所以说以目前台湾有配偶的人口数上来讲的话 或许他其实整个家暴的人口数 或许会超过60万大关 根据统计会站出来求助的被害者 普遍都被施暴超过14以上 平均隐忍了七年之久 至于为什么隐忍了这么久 又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精神科医生说 可能是因为受暴者和施暴者双方 在感情上或是精神上有异负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爱面子不愿意嫁丑外扬 而值得注意的是 婚姻暴力通常也有个循环期 从语言暴力冷战 激烈口角到肢体暴力 然后周而复始一再出现 根据研究的统计 没有经过所谓处狱或所治疗计划 这些所谓施暴者 家庭暴力的施暴者的话 他通常再犯的程度是从5成到8成左右 都会有可能再犯 医生提醒 如果身边的另一半有酗酒吸毒 或曾经有施暴的前科 或近三个月在财务或工作上 有遭遇到重大的挫折 都会比较容易出现家暴的情况 而如果遭遇家暴 一定要勇敢站出来寻求公权力保护或心理资商 才可以摆脱家暴的阴影 记者黄先生沈志明台北报道